The Hayata Backhand Hina Hayata playing the right stuff here though staying close to the table trying to absorb as much as Sun Yinsha's power as pass the power on her forehand side just needs to stay in, ride out the storm pick the right shot and then absolutely drilling the ball into the Hina Hayata middle 先给大家带来的评测是个早田希娜的H2 这款底板是尼塔古公司为早田希娜去定制的一款底板 虽然目前这位学生手还没在使用 它的一个结构采用的是内置着968的同款结构 整体上面的做工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它的这一款板子的颜值非常高 我们这次给它正手搭配的是尼奥的成绳 反手是个平易的P3 然后这是自门968跟早田希娜的一个结构对比 这款板子贴完是188克 然后我们进入到评测的环节吧 早田希娜这款H2打起来的手感 我觉得跟红双形这些968的手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像是可能也有红双形一起去研发的 整个板子这个手感 纤维感更加浓 就在自己小力量的时候很明显的感觉到有纤维的记录了 它不会像968一样需要自己发力之后才感觉到纤维的记录 打起来整个手感做得非常的通透 感觉轻轻发力都已经可以打透这个板子 打起来感觉这个板子没有那种喷盘的小感 它的一整个手感是做的特别的忠实的 它的一个发力门槛也相对来说低了很多 很容易就能去打透这款板子 但是过去的球的质量的话还是做的还可以 没有像968这种二跳的这种加速感这么明显 它的一整个手感感觉自己手上的力量是非常强的 但是过去的球就比较动归中矩 有点像当初打这个探吉他的内置的一个手感 但是早前这款底板呢没有这种明显的正手感 所以说手上反馈特别清晰 推台的表现的话是比较稳的 感觉是稳中带凶的这种打法 然后H2这款底板推台的一个表现能力的话 说到板子是能撑得住球的 但是没有这种放大的感觉过去的球质就比较稳定 所以我自己手上舒服的同时对手没有感觉 一个特别强的这种压护感 但是相对的自己就打起来就比较轻松 它自己的一个弧线保护能力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有没有到防守位置是配的是防守 配的是个平易的P3 这个板子之前是贴这个里塔古的G1 里塔古G1这个胶皮呢 就是你拿来做弹机它是非常好打的 做摩擦也还不错 但是结合起来打到比赛 G1这款胶皮就不是特别好打了 它配上这款底板的时候整个手感有很明显的那种发虚现象 但是这次配上这个P3的时候整个手感做的比较扎实 球过去的质量也特别好 特别是在静台的一个表现 H2这款底板在防守位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你看整个板子的重心也比较居中 我觉得防守位自己发起力来的感觉特别的顺畅 但是还是回归到最后的问题 这个板子弧线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但是在自己去发力的时候感觉质量真的是比较偏差的 以后这款底板的一个摩操表现方面的话就做的比较中规中矩 想对了说这个板子稳定性做的比较好 但是如果它跟968同等价格的情况下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考虑买这个968 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去发力冲的时候 这个对手防抬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那种球 所以这可能也是你他的公司去追求的一点吧 就手感做的比较好一些 包括早期撤的这款 探吉他的内置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自己手上感觉力是特别大的 感觉有一股劲长了在手上 但是出去的时候就感觉打在了棉花上面一样 就是打起来感觉到自己是比较爽的 但对手打起来也特别舒服 小球方面的话控制没有968那么好 但是也算是在内置里面比较好的几款产品了 球还是比较能控得住的 弧蟹也不会冒高 但相比于968的话呢 它还是会比968稍微的弹一点 在参考上它目前市面上这些1500到1700的价格 我就觉得比较高了 可能它在1000到1700的价格 我觉得大家只能去尝试去玩一玩 我们这期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 谢谢